你知道吗 当我们还在等赵怀珍上线的时候呢 已经有人偷偷的用赵怀珍打上国服 如果你想迅速的在新英雄上线的第一周 就去拿到他的金牌或者小国标 如果你也想彻底的玩好这个英雄 那么这期视频呢 你是一定要看的 国服赵怀珍原则 从这个英雄出来就开始琢磨他的玩法 积累了大几百把的实战经验 历经赵怀珍各个版本的调整 有关于赵怀珍的所有玩法技巧 最适合的出场命文 在这个视频通通告诉你 我们还是一样 从最基础的技能介绍还说起 想玩好赵怀珍 你必须要了解这个英雄的技能和他的被动 到底应该怎么用 赵怀珍的被动的很简单 赵怀珍在满精力时拥有掌权走铐 四种不同的普攻效果 每次使用参加普攻就会消耗一点精力 对应了血条下面的一层白条 每0.7秒就会回复一点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精力不够用 但是要记住 想要打出这四种效果 必须要在满被动时连续普攻一次性打完 如果你是A一下停一下 那么就会一直处于第一发的效果 第一段普攻将会突进到对手身边 效果就类似露娜的第一次普攻 还会对野怪造成额外伤害 那么它适合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呢 赵怀珍是可以通过控A 去做到无限位移的效果 当我们打一些经济压制对局 去切对手后排时 或者是你打的对手没有控制 跑得非常快 你都可以用控A的方式 去做到粘着打追着打的效果 敌方英雄 小兵 防御塔 野怪 任何可以被攻击到的单位 都是我们可以当踏板的目标 就比如这一波 对面的雅瑟想跑 我就通过控A的方式 用第一段平A 一直A一直连 一直追 从一塔追到二塔 接二行的护盾扛塔 带着雅瑟还能潇洒离去 第二段是快速打出 胖胖两拳造成高伤害 单次伤害都是比第一发普攻 要来的更高的 那么它又是在什么情况用的呢 我们在轻线刷野时 就可以用到控A这个技巧 可以像我这样A一下停顿 或者是A两下停顿的节奏 进行刷野 这个在刷野或者轻线的效率上 是非常高的 而第三段呢 会在造成伤害同时 给自身回复血量 生命值越低 回复的就越高 这个机制啊 跟云英的第二层枪有点像 那么它的用法呢 毫无疑问啊 就是续航了啊 例如刷野用一二段啊 回复用第三段 但是千万不要执着这个回复效果 实战中它的回复量 并没有那么可观啊 血量实在不健康 该回尘一定要回尘 最后一段就比较离谱了 短暂蓄力后 打出一发高额的LE伤害啊 第四段呢 是所有弓里面伤害最高的 伤害范围呢 也会比前面三段 大以一个身位的范围 讲解完被动呢 我们再来讲解一下 赵怀珍的主动技能 赵怀珍一技能 也是赵怀珍的核心控制技能啊 朝直径方向 甩出龙卷分造成伤害 将对手转向再往回拉啊 之后再发起一段冲拳 现在一技能呢 比最初那版多了一段突进效果啊 能够更好的和对手拉扯 例如对手想跑 我们在拉二人同时 用方向键突到对手身边 结合第一段普攻 能够做到两次突进啊 更容易粘住对手 被对手贴脸呢 还能用一把推开 保持一个安全的输出环境 这个技能非常克制一些 突脸英雄和需要长时间 引导技能的英雄 比如牛魔 银阵 姜子牙之类的 他是可以让这些英雄 正在释放的技能 直接转弯 反向释放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 他现在的一技能 是没有办法拉霸体的 例如木兰和李信 开大孙策 我们是拉不动的 同时这个技能 虽然可以强制位移 但他效果呢 并不属于硬控 所以他是没办法 打断张良马可大招的 那有没有技巧呢 有啊 技巧一隔空取物 你们看 我可以像这样 把对面的红蓝buff 直接吸到墙外 也可以用来探槽 你看槽里对手被我拉到 我都看到一清二楚 并且这个技能呢 还带破影效果 隐身的蓝牛王 被拉到呢 也能看到 技巧二 一呢 如果拉到多个目标 会把所有的单位 全部聚在一起 我们在清线或者刷野时 就可以用一 把它们全部拉到一块的 新手玩家呢 一定要注意把控好距离 被把野怪推到墙外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说说二技能 二技能呢 是赵怀生的核心技能 朝指定方向位移 造成伤害的同时 给自身添加护盾 之后将会蓄力 进入四秒的招架状态 期间霸体 护盾呢 也会持续叠加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吃到硬控 会对周围造成反击 并且击退对手 那么这个位移呢 也是可以用来穿墙的 而如果想要提前取消 招架状态 只需要再点一下二 接其他技能 或者是动一下 左头轮盘 就可以取消 那它适合在什么情况下用呢 我们可以在对面 有下猴 流扇 遵测 关羽 这种情妖非常明显的控制 将打到身前时 开二持下这段硬控 用护盾去抵挡伤害 并且反控对手 二技能的综合效果呢 非常全面 有护盾 有霸体 有控制 而且CD非常短 初始只有6秒CD 完好他的二技能 你赵怀生 基本上就可以横着走了 然后赵怀生的大招呢 就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 大招是朝指定方向释放 并且开始打太极了 缓慢移动 并且全能霸体 周围的细旋会造成持续伤害 并且吸纳飞行物 细旋最多吸收70%的伤害 最高3500点 赵怀生释放到第二段 就会将吸收到伤害 附带大招本身的伤害 一并打出造成放弯伤害 这段伤害是可以打到 视野外的目标的 到第二段呢 可以通过轮盘锁敌 自由选择 我们要攻击的目标 并且无法被敌方队友抵挡 我们简单来说就是 你可以把赵怀生大招 理解为盾身的打 他可以吸收任何飞行物 例如领阵大招 并且将这些飞行物 转换成伤害 最终打出 但是不要认为 有了大招就无敌了 他能吸收伤害呢 实际上还是比较有限的 实战中一定要料理而行 不能扛到伤害 千万别硬扛 那么听到这里呢 大家其实就应该明白了 赵怀生这个英雄 最主要难点 是在于技能组合上 给兄弟们推荐两个原则 最常用的连招 第一套21AAA33 这套就是属于伤害最高的连招 又或者是1AAA接2 再接233 这两套都是可以的 当然这是属于比较理想连招 实战连招不一定要执着 每段平A都必须打满 大家看情况就可以 这个英雄机制呢 更偏向是保不后排 更多要用1 2技能 去打断对手的进攻节奏 偶尔也能客串一下负坛 重当前排去吸收部分伤害 三个技能虽然看起来简单 但还是需要大家多多练习 如果你掌握了我视频前面 提到这种技巧 真的可以很轻松的去上转英雄 没看明白的同学 可以再回去重新看看 赵怀真出门点1 之后主要2-1有大点大 适合的位置的话 边路或者打野 因目前来说 打野强度会更高于边路 因为这个英雄前期 DNCD是非常长的 还比较一样大招 野区的经济增长会更加适合他 并且蓝buff呢 也是他非常需要的属性 前期以发育和抓单滚水球为主 他的控制效果呢 虽然不那么强 偏向打反手 但CD足够 身板撑起来时 可以无限黏着对手连招连到死 后期呢 则偏向保护后排 等队友把对面的状态压下去 或者是关键技能交出之后 再去找求求歌 关于出刀明文呢 赵怀真也是有讲究的 明文方面 推荐在7隐匿 3夺翠 10阴眼 8一遍 两后援 赵怀真缺少续航 适当带点吸血 会让他玩得更加舒服 召唤试技能方面 打野带沉寂 边路带闪现 斩杀 弱化 甚至是狂暴 都可行 出装方面主要推荐两套 第一套呢 是边路半肉半输出 体验出门 预购击跑鞋 召唤真真英雄呢 是表示移速的 有了击跑鞋 支援效率会非常高 空多呢 就抵抗鞋 之后允星 合成黑切 护手升级兵脉 第四件出苍穹 一般出到苍穹的这个时期 打架会更加频繁 有苍穹在 对拼的优势呢 是非常大的 能进一步的拉满容错率 最后两双倍就比较好选择 对面法师爆发高 就出涌叶 射手消耗能力强 就出不祥 坦克多 就出碎形锤 或者是出爆裂 跟对面去灵活对拼 也可以考虑拉满续航 补吸血刀 或者制裁都可以做 这套出装呢 比较适合去单带 对拼能力非常强 一套二一 然后乱A 集结大招 就能够轻松的对面脆皮 打野的话 出门预购 两极打野刀 草鞋 允星 合成抵抗鞋 黑切 护手的神奇兵脉 之后三极肉刀 吸血刀 最后仓虫或是魔女 可能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不出红刀 红刀有伤害 有穿透 还有减CD 这么说吧 红刀对于赵怀真而言 虽然伤害更高 那容错率就大大降低了 不能很好的去和对手拉扯 并且知道出装呢 在黑切兵脉做完之后 CD是完全够的 后面还可以做苍穹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好了 那么这期赵怀真的教学视频 大家学会了吗 如果大家看完这期视频 觉得对自己有帮助的话 可以给老秦一个小小点赞 感谢各位观看 我是老秦 关注我之前的一切 网织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